海光 哎呀 哎 这这么大的房子 打扫起来也太不容易了 累死我了 女生就该对自己好一点 你谁啊 怎么睡这儿 先生 先生 醒醒 沈醉 这房子很大 住很多人吧 还行 三个人 好 谢谢 你本人比电视上还帅 哪里哪里哪里 我看林小小姐挺面熟的 林小姐是上过电视 小龙套 小龙套而已 哪副电视剧啊 我说这门口垃圾谁扔的 怎么也不收拾 这这这不是 这 我蒙着了啊 这这这出神审罪 这这这这 你怎么来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是我的粉丝 不是 我是你的偶像啊 你的节目我每一期都追着呢 我正好你代言的菜刀门锅产呢 我店里用得比这些好多了 明天我要让人送一套过来 好吗 真的吗 当然 能签名吗 没问题 那我要拍照 来来拍照 拍拍拍 拍一个 来 一二三 行吗 老板 沈醉 白医生 我有个朋友介绍我来的 说这里有一位神医 能帮到我 你是来找他的 进来吧 哎 签个名啊 一会儿 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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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消停会儿吧 都半个小时了 偶像 那是我的偶像啊 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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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不出来 你说 沈醉是灵悟吗 当然了 你怎么知道 来找我老板看病的 哪有正常人啊 怎么还不出来 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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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也许你早来几十年 还有救 但现在已经病入高荒 击中难返了 怎么说 你早已放下心中的执念 现在只是游戏人间 所以 你不会变成恶灵 但随着蓬莱之力的消失 你的寿命 也会耗尽 说实话 我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领悟 在我那个年代 就有个传说 说这把刀曾经料理过龙肉 不过只是蓬莱的力量而已 当年为了它我遭人陷害也成了领悟 但也恰恰是因为它 我才能活那么久 还能做个好厨师 当然 每一次使用它 都要消耗我的生命 那就不要再用了 这样你还能多活几年 珍惜吧 我知道 我知道 其实我来找你 不是要你来治我的病 我想用它再做一顿饭 就一次 以你现在的身体 没人能做到 求你了白衣衫 求你了白衣衫 就一次 就一次 即便只是一次 你的蓬莱之力也会燃烧殆尽 就像人类的回广返照一样 我是收取蓬莱之力作为诊金的 如果帮你 我能得到什么 我的一切 白衣衫 虽然我没你那么老不给我记载下的东西 会比你少 当然 如果你不在意这些的话 我还有真心的爱 和祝福 你走吧 可惜啊 使人再没有机会吃到我亲手做的菜了 亲手做的菜了 没吧 品尝过绝世的佳肴可余胜里的每一顿饭 都未如脚了 其实市场卖成的酷刑吧 你 白 白医生 险光泽你出来了 送客 走了 嗯 林小姐 我想请你吃顿饭 我 我就是觉得和林夏小姐十分投缘 不知林夏小姐是否赏脸 好啊 你把我未成之我都心甘情愿 叶姨啊 我们下次 晚上我来见你啊 走了 拜拜 走 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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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师你外套没拿 这 我的签名啊 请 欢迎林小夏小姐 这么大阵仗 谢谢啊 平身 已经不出了 这就是你的天安 嗯哼 很有品味嘛 今天我来说